静那就不用讲了 什么叫做静 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切物质 不再有无人 都是清静而不然的 无论在你什么环境 我们现在你想一想 我们在哪里 走到哪里 你的心有没有清静 每一天都是被污染 心地都不清静 为什么 有是非忍我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这个小范围 又避免不了这个是非忍我 不是你不对 都是我不对的 就是你的臭或者我的臭 每一天都是搞这个是非忍我的 我们这个世间有贪嗔吃卖 西方几个世间没有贪 为什么 要贪什么呢 别人有的 我有啊 别人具足圆满 我也是具足圆满的 我要贪什么呢 人家黄金为地 我也是黄金为地 人家大房子 我也要大房子 都是平等的世界 哪来的贪心呢 没有耶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有贪心 因为不平等 人家有大房子 我也想要大房子 人家有好车 我也开好车 人家有很 不好听的就是 我很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 很帅的一个老公 我也想要 不平等啊 所以人人在造业 随着自己的欲望和贪恋 而造成种种的 这些的烦恼 你说西方几个世间 会有这样 没有的 心都是清静的 西方几个世间 有没有听过 我们这一幅妥妥经 有没有听说 西方几个世间 每个人在吵架的 四位人物 有没有 没有啊 都是好善之士 而且这个善之士 都是死方诸佛国土 你想一想 会有吗 称为心吗 不会 于此 各个都是自为我爱 尊敬德最统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 在四净德里面 藏了我净 你明白这个道理 深度地去了解 这个明明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你还不到西方几个世界 还要继续搞六道轮违 那真的 释迦牟尼佛话 一切虚愿而不叛远 你要受苦 我们也慢慢等 你要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 也不急 你不急 我也不急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很清楚 所以尊敬德最统修大德 这个就是四净德里面 五量寿经里面 大家 我们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西方极的世界的人 西方极的世界 一切万物 都是常住不变的 它是永恒的 这个就是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深考 去发愿 将来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往生西方 还是要继续搞六道轮回 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选择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目标锁定了 把这个方向锁定了 真的 这个世间 该放下的 我们要好好去放下 能够放下一分 你都轻松了一分 你的压力就减少了一分 你能够放下五分 你的压力 你的烦恼 就减少五分了 该放下的 我们尽量去放下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 它不是真的 它只是暂时给我们用 我们暂时住而已 时间到了 我们要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呢 前面的路 有六道 你要往六道的 还是往 了生死的 这个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常常讲 能够不计较的 尽量不要尽量跟人家计较 这个我希望大家 你们比我了解这个道理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有时候做起来比什么更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不肯做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念佛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想 一直要想冲上去 你看 你看这个锁子 这个锁子是什么 这个锁子就是我们的喜气烦恼 这个是我们的喜气烦恼 这个锁子 你看 看这个锁子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喜气 那我们现在一直要想要用功 为什么冲不上去呢 因为有喜气在 那如果今天 你慢慢把这个喜气拿掉了 你看 慢慢拿掉拿掉 你很快就冲上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认真 去思考 我今天 我为什么要来学佛 明白这个宜作事实的真相